跟茭茉仔剩下 開始 其實我們在做下午之後 我們大概就會分成兩大族群 一個族群就是自然 好看 一個族群就是極致 要變化大 要有話題性 如果老實是屬於極致變化 有話題性的 那我們大概就是 就是做越大變化 越好 甚至 有人搞怪 也沒問題 這樣子 這樣的族群 這樣的族群我們算是特例 所以我們就比較 不討論它 那如果你知道它自然好看的話 老祖的話就要拿出來講 你要順勢而為 我們臉上一定有些點 這是你 這一輩子 不管你有沒有做的整形 它永遠不會變的 我們的臨床經驗告訴我 有幾個點 事實上就是不會變的 瞳孔位置是不會變的 所以我們就會以瞳孔 眼眶 眼眶骨也不會變的 所以我們用這些 不會 不可變的一個 一個當作參考點 像說你的牙關節也是不能變 用這幾個點 來當作設計的一個參考點 然後 規劃出我們要 像你要的是耳彈點 你要瓜子點 我們規劃好之後 根據當然是以這些 不可變的參考點 當作規劃 的基礎 然後再去設計 所以原則上是說 既然你身上有擁有這些 不可變的一個點 所以我們當然這個手術 就是告訴你什麼 它一定有它的極限載 最終最後 最後我們要考量的是你的皮膚 因為你消耗骨的時候 你的皮膚 你要注意一下 皮膚有沒有辦法承載 如果你骨頭太少了 皮膚沒有辦法承載 或是你太胖了 你骨頭變得更小的話 你看它更胖了 那我們就必須要 注意一下 皮膚有沒有辦法承載 軟組織有沒有辦法承載 那 這樣最後再來決定說 你要怎麼做 告辨 字幕提供 你的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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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opard 發味 那 餵